为推动物流业绿色环保的发展进程 新邮政同本地厂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新试点计划 首次是用可以替换电池的电动摩托车派送邮件 两辆这款电动摩托车将率先在乌节路附近的基里离路一带服务 来看记者李化的报道 这款能以替换电池的方式充电的电动摩托车 在路上如果发生电力不足的情况 邮差可回到加冷运输基地花几分钟更换电池 邮差一天平均骑行约35公里 一颗电池足以用两天 为安全起见 合作厂商在试行计划下 将把电池带回中央充电设施充电 再把充好电的电池送到新邮政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本地公司 还是有意采纳这样的摩托车充电方案 新邮政为实现2026年将派送邮件的交通工具 全面电动化的目标 近来加速采纳电动车辆 如今车队中约15%的摩托车 已换成电动摩托车 现在的电动摩托车都需要充电 每两三天我们都充一次电 而且充电的时间差不多大约5到6个小时 这两部新的摩托车可以让我们 试用一下更换电池这个模式来考量 我们今后的摩托车队是否是要用替换电池 还是充电的摩托车 新邮政计划在这个财政年将车队中约三成交通工具 换成电动模式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